為什麼Lessus在台灣接受度可以這麼高 因為老人都愛買 欸欸喔他開戰區了 最近場內有收到三台NX系列 然後我們有做了一些功課 發現說進口豪華廠牌裡面的休旅車 在2018年到2022年 NX都是排行在第一名 然後平均年銷量大概在7500台 包括說在疫情最缺車的時候 他們一樣是穩固在第一名的位置 這真的是很誇張啊 真的很扯 這樣代表台灣人就是非常愛Lessus的NX 應該說特別愛Lessus這個廠牌 然後我們稍微做一下功課 就是回推 因為其實像豐田集團 就是我們的Nutal派 大家也都極度超愛 那時候Centra跟Artist對比 Centra的銷量是被打趴在地上的 我覺得品牌形象真的很重要 就是這個廠牌出來大家說讚 然後其他廠牌出來就是 考慮一下感覺這個進口車很容易壞 這個沒問題 雖然說我自己開一下我也覺得還不錯啦 可是因為像NX系列裡面 還是有細分很多型號 那今天在我們身後這一台 它是2019年的NX300 大家比較常見的可能是像NX200 對啊我們之前蠻常收到NX200 對因為NX300它其實單價相對高一些 可是取而代之的是它是2.0渦輪增壓的車輛 它的馬力P數到238P 可是如果說是一般NX200 它的馬力P數只有150 那我們等一下在路上的時候會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行之起來的體感感受 因為我覺得這有差 數據上這樣看就差很多了 對因為你新車價分別大概是差在30萬左右 對然後這台雖然是2019年 可是它是2020年式的 外觀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但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它已經改成全數域跟車了 你19年還是在辦數域 而且沒有車道至中 這台有 因為蠻多客戶他們是19年頭皮買 然後都會到外面的廠商去做 加裝嘛 對升級 就是把它升級成全數域 因為之前收過好幾台都是這樣子 在台中一間知名的廠商 專做Lazos自己去查 或者是底下那個網友有去改過應該會知道 還是直接選這台啦 不用改了啦 不用改不用改 那接下來就是到我們的一些比較基本的配備部分 它這台的話除了有跟車盲眼偵測 這個到現在已經來說是基本款 對啊 那我們來 現在沒有會很難看喔 極度難看 車賣不掉 然後像它這台的話是 基本上有搭載到雙前的電動椅 跟電動尾門 駕駛座這裡有三座的記憶座椅 椅子的部分 它這台很慶幸還不知道疫情巔峰時刻 怎麼說 因為它這台雙前通風電熱都有 這樣很好餒 對 因為你有看過嘛 就是有些時候被拔掉了 對啊 你說疫情的時候是缺晶片嘛 對 缺料什麼的 會減少一些東西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 不需要這麼大的馬力批數 或者是預算有限的話 會需要買到NX200 那我覺得至少要選到 精英PROX以上的版本 因為最入門的等級 它是沒有電動椅跟電動尾門的 也沒有通風移嗎 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好 就是一個進階版的RAV4 就是你可能開慢而已 選NX200 但你要配備好 你就要選到一定價位 對 那這台就是都給你了 當然動力數據有差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NX200的客戶 那不管是新車價或二手車價 講真的就差一些些而已 那你為了自己便利方便 我覺得還是說 捏一下 那個 就可以上了 捏哪裡 不好說 方向盤的控制也都是電動的 電動的 而且你只要熄火之後 它會幫你把座椅拉開 因兵嗎 那你啟動它會動嗎 就是你啟動完之後 因為它會記憶嘛 就是會Q到你原本設定的那個位置 但他們家的車都會這樣 我覺得 有一定的尊榮感受 有啦 我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再來就是後座 我蠻喜歡它後座的 好 那現在來到我們後座的部分 其實像在比較豪華的休旅車 他們都會做一個設置 就是你後座椅背的傾角調整 你可以把它弄得很直 但多數人都是會放到最坦 或者是再往上一點點 去增加你乘坐的舒適度 當然這在長途行駛上 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再來一個很特別的部分是 它的後兩座有設有電熱椅 雖然說一年可以使用到的 大概就幾天寒流的時候而已 但就是一個尊絕的感受 然後後座出風口 這個基本的一定要有 那最後的話 我們不免除了 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Lessus的後箱 雖然說不是很大 LEGO 熟悉的小 其實它的 真的不知道耶 將來會不會再改 我們不確定 可是它目前就是 固定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他們家 會習慣做水平的 當然你在拿取行李是比較方便 但相對也會壓縮掉 很多你的置放空間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小很多耶 我覺得這個也是有起到一定 視覺的效果啦 就如果拿掉的話 你還是會覺得 欸好像蠻寬的 欸好小 因為論深度來講 感覺少一點對不對 對當然也會影響到 置放的狀態啦 你重點說下面是 原本是放輪胎喔 對在這個底下 喔 保力龍下面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放 你看它 一般我們這個戰板 都是正塊 拿取的 可是它是幫你分一半 就表示說 你這邊的空間 運用上會比較靈活 那你東西如果放深一點 其實你可以這樣開 對 但如果說你有放這個的話 其實就還是不方便 我覺得這台車最主要的重點 是在行駛的體感 這是我現在蠻想體驗的 OK 那我們 路上說 好走 買車買車首選巨匠汽車 結尋秘密 價格絕對 胡提滿意 好啦 上車先開通風椅 這必須的 我覺得這很棒 說到這個椅子有沒有 我有一陣子沒有做MX了 然後我剛剛我坐上來 我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它的椅子 有點包 不是像賽車椅那種包 但它的包就是 我的背會比較進去 然後我旁邊的肩膀 會被往前推一點 就是被擁抱著的感覺 對會有點 你看這個就是你沒有一些壞性 你看像我有駝背 我就覺得很舒服 駝背認證的椅子 對完整的服貼 我就去看好棒 好想睡覺 這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Focus的正ST 它的這一塊 肩膀這一塊 我很喜歡 因為它是做比較出來一點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你可能過彎 你肩膀這邊會被拖住 我覺得是還蠻舒服的 我覺得如果說像19年式 跟20年式比較大的 主要差異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它的全速一根車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其實 主要重點是要來 試看看NX300 有渦輪之後它的加速 體感會是如何 然後我們之前 也有拍過一台NX 就是NX200 我覺得是靜音版的 那坦白講就是開起來就是 好聽一點就是順順的啦 好聽一點就是沒力 沒有錯 再更難聽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沒有啊 你不如去開 Mazda CX5 喔 是我可能會講Raw4喔 我們現在的使用模式 就是一般 我也不調Sport或怎麼樣 然後 它這台車的這個重量 本來就應該配這樣的馬力 跟這樣的加速感受 可是剛剛我感覺還好耶 那我等一下稍微把轉速再高一點點 再去做加速 因為這會有差 就如果說你今天是紅燈起步 那你離扭力峰值可能還有一段 那你要先等它加速上去 再重踩下去 才會有比較明顯的加速感受 剛剛那個油門開合程度 你是踩到什麼地方 第一段是三分之一 對 然後再下去就是 一半再多一點點這樣子 那如果它踩到底會變怎樣 我很好奇 確定要玩老闆的牆嗎 我們也沒有踩10秒 10秒就好了 踩到底 踩到底 我覺得它中後段加速比較有感耶 對 就是會一直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的感受 應該說在100以內 會比較有這種感受度 而且它是CVT的變速箱喔 對 雖然比不上富士的 什麼提光R不可能比得上嗎 那這是一般模式嗎 對 那如果是運動模式 會差多少 其實我剛才有小試一段 我覺得運動模式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開車習慣啦 我不太喜歡讓車子的轉速拉到這麼高 可是以CVT來說 他們的運動模式應該就是把轉速撐到更高吧 對 推背感會更強 就是他們加速的時候 就是車頭會翹起來這樣 有點Bokey的感覺 What did he say 我覺得是因為它懸吊是舒適 所以我們剛踩的話 它那個 就 好了 好了 這個當然就是 我覺得NX200跟300 主要的差異可能 當然動力是第一個 然後在客戶選擇上 如果說你自己原先就是開 比較有加速感受的 像是靜候小車 通常都是有渦輪嘛 GOV 對類似這一些的 那可能之後成家了 需要換車 我覺得這個的加速體感會比較適合你 你也不用再去重新試音 因為你踩它 它一樣會有動力回饋給你 可能稍微慢一些些而已 對啊 如果說你自己也是追求 可能像是內裝質感 坐起來舒服 然後開車就順順的 那你可以直接買到NX200就好 就是 可是我覺得至少建議就是 精英Plus的版本 就我自己啦 因為我覺得 我是還蠻需要電動一個 其實再來就是 車機部分 因為我們也在 NX也算老朋友了啦 這個介面就是 舊的介面啦 有看新的就是要差很多 不是很好用 然後我要嘴一下 就是它這個 它雖然有配CarPlay 先給個讚 但是它螢幕沒有觸控 然後你要用這個出面板 去操作這個細項 我就覺得很卡 我剛剛要打行的時候 我差點生氣 因為CarPlay其實 如果說你自己 車子是有的話 你會發現說 就是它有蠻多細小的選項 像是打行音樂 或者是你要切到旁邊去 對 甚至你要輸入目的地 都有點不方便 真的不方便 它這個太遠了 因為你要打注音 有的沒的 然後當然你可以用聲控的嘛 可是我們剛才用聲控 它很快就 跳掉了 對 所以你變成還是要拿手機起來 我們最後就不爽了 我們拿手機舒服地址啦 拿手機比較快 也比較安全一點 也是要看 如果說有些NX的用戶 他們已經練就一聲號分離 就是 摸都知道那個點在哪裡 有沒有 你是說這個是有辦法靠時間練習去 熟悉度這是一定的 只是我現在要追求的是 有沒有外掛或攻略的 就是可能已經在外面改的 你拜託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在哪一個廠家改你怎麼改的 直接改車機是不是 可能原廠車機 可是它改成觸控的 我覺得就算距離遠一點 也還是可以 因為我們都還是習慣 鍵盤直接這樣去做觸控 或是直接點 這個面板我已經講很多次了 太敏感了 我的中指沒辦法 哇 怎樣 沒事啊 我學一下李小郎 喔 長開不見你 那這是我們今天NX300的介紹影片 坦白講開起來 我還是比較喜歡NX300的感受 所以你會選NX300 多了個30萬 對 這當然是新車啦 二手車可能就了不起差個10多萬 如果你要這種車 又想要有點動力 真的NX300是你很棒的一個選手 還是要選體光 我們不可以把帶偏體 這個就是個人品牌喜好的問題 但我覺得你選體光 內裝質感比不上這台 確實 因為比較 一來一往 陽春一些些 對 應該說簡單 還陽春啊 管他的 開戰場啊 對阿如果今天是你呢 你會希望買像NX200 這種 500P自然進氣的 順順開 順順開 對體驗它裡面的乘坐感受 我會選NX200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因為它開車就是順順慢慢的 對我真的不會開很快 雖然我也不開快 可是我偶爾還是想要 可是雖然我這樣講 可是每次我開那些 跑得快的車 因為我會選擇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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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